这影片我们先做一些预备动作 就是把这个焦点 然后泡物线 还有物体这个位置 先把它做好 一开始呢 我们先输入这个焦距 那我先让它是5 那接下来我们输入这个 泡物线方程 Y平方等于4CX 好这样子泡物线就出现了 那我们调整一下这个颜色 让它变成红色的 线段稍微粗一点点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焦点 F就等于这个C0 OK那F呢 我们一样把它变成这个红色 让它明显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动态的调一下这个位置 好那这边按这个属性 然后在进阶里面把它改成这个复会读区 然后滑感的数值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焦距设在这个 复20到正20之间 好的那我们把这个复会读区把它打开 好的 所以这里呢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焦点在动 会影响这个泡物线的开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设置这个物体 好那物体的长度呢 我们先让它是这个高度是1 好那物据我叫OD 现在是20 好那这样子有了这个物据跟这个物体的高度 我们就可以来设一下物体的顶端 就是OT 好就是设成这个参数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点一下 这是OB 然后这里是那个OD 然后这里是0 好那把它拉近一点点 好对 所以现在 呃 这个OD呢 我们可以让它显示出来 然后让它近一点点 好的 然后这个话 那我们调一下它的这个参数 好 所以我们让它都是正导的 从0 然后40 然后OD的话 这个颜色 我们把它用成绿色的 用成这个绿色 好 那这两个呢 把它藏起来 但是我们连一个线 好就是连一个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 这个物体这本O 等于 好它一开始它的头是那个 呃 它从OOV连到这个OOT 好的 所以这样物体就出现了 让它变成这个绿色 好 然后一样再加出 好 那这抛物线呢 我们把它改一下名字 好 改成这个PARA 好 然后再让这个标签呢 把它藏起来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完成了一个初步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呃 我们希望其实就是 只是关注在这边 好 那我希望这个东西让它再大一点点 好 所以我先接着呢 我会让这个坐标轴的比例稍微调一下 在空白地方按这个SY 我们先把它调成这个10比1 这个是对待会后面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 好 这样子可以看到比较大的一个画面 那在下一节呢 我们就要做出这个反射线的动作 然后求助它的那个相距在哪边 是什么 明天 我看到这个 这个 恐状态的 因为我给我找个 那边